为公子无忌者 为昭王子少子儿 为安黎王一母帝也 昭王轰 安黎王即位 封公子为信陵君 适时范衰王为乡秦 以愿为其顾 秦兵为大梁 或为华阳下军 走芒芒 为王即公子换之 公子为仁仁儿下士 是无贤不孝接迁而礼交之 不敢以其富贵交事 是以此方数千里征罔归之 至时刻三千人 当事时 诸侯以公子贤 多刻 不敢加兵谋为时余年 公子与魏王伯 而北境传举风 言赵寇至 且入戒 魏王侍伯 欲赵大臣谋 公子指王 曰 赵王田烈尔 非为寇也 父伯如故 王恐 心不再伯 居请 父从北方来传言曰 赵王烈尔 非为寇也 魏王大京 曰 公子何以知之 公子曰 臣之刻有能申得 赵王因事者 赵王所为 各者以报臣 臣以此之之 事后为王为公子之贤能 不敢认公子以国政 未有隐氏约侯淫 年期时 家贫 为大梁移门奸者 公子闻之 王请 御后遗之 不肯受 约 臣修身 结刑数十年 终不以奸门困固 而受公子财 公子于世乃至九大 惠宾客 坐定 公子从居其 须左 自迎一门侯生 侯生设臂一关 直上在公子上坐 不让 欲以关公子 公子直配御公 侯生又为公子曰 陈有客在事途中 远往车骑过之 公子引车入府 侯生下见其客诸亥 比尼顾九历 与其客语 微察公子 公子颜色愈合 当事时 为将向宗室宾客满堂 待公子举酒 夫人接官公子直配 从其接切骂侯生 侯生是公子色中不便 乃谢客旧车 至家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便赞宾客 宾客皆经 酒憨 公子起 未受侯生前 侯生因为公子曰 今日迎之为公子一族已 迎乃一门报官者也 而公子亲往居其 自迎迎于众人广坐之中 不宜有所过 经公子顾过之 人迎欲救公子之名 顾酒立公子车祈福中 过客以官公子 公子御公 夫人皆以迎为小人 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事也 于是罢酒 侯生遂为上课 侯生为公子曰 臣所过途者诸害 死自贤者 事莫能知 顾隐途奸儿 公子网树请知 诸害顾不复谢 公子怪之 魏安黎王二十年 秦昭王已 获赵长平军 又进兵为邯郸 公子子为赵惠闻王帝平原军夫人 数一魏王籍公子书 请就于魏 魏王使将军尽笔将十万众救赵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 吴公赵弹幕且下 而诸侯赶救者 以拔赵 必宜兵先机之 魏王恐 使人只尽笔 刘军毕业 名为救赵 时迟两端以观望 平原军使者灌溉相属于魏 让魏公子曰 圣所以自负为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益 魏能及人之困 今寒丹丹木将秦而未就不至 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 且公子纵卿盛 弃之将秦 独不连公子子也 公子患之 恕请魏王 即宾客便是说王万端 魏王魏秦 忠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忠不能得之于王 既不独生而令赵王 乃请宾客 约车骑柏于城 欲以客往赴秦军 宇赵俱死 行过疑门 见侯生 俱告所以欲死秦军状 辞绝而行 侯生约 公子免之矣 老臣不能从 公子杭树里 心不快 约 无所以待侯生者 被以 天下莫不闻 今无且死而 侯生曾无意言半辞词送我 我岂有所施灾 赴隐车还 问侯生 侯生孝曰 臣 故知公子之海也 曰 公子喜事 明闻天下 今有难 无他端而遇父秦军 辟若以肉头哪虎 何公之有灾 上安是客 然公子欲臣后 公子往而臣不送 以示之公子恨之父凡也 公子再拜 因问 侯生乃凭人间语 约 阴闻尽笔之兵符常在王卧内 而如饥罪行 出入王卧内 利能窃之 您闻如饥父为人所杀 如饥资之三年 自王以下欲求报其复仇 莫能得 如饥为公子弃 公子使客展其仇头 竟记如饥 如饥之欲为公子死 无所辞 故未有路 而 公子诚意开口请如饥 如饥必许诺 则得虎符夺进笔军 北旧赵儿兮却勤 死武罢之法也 公子从其祭 请如饥 如饥果道进笔冰符与公子 公子行 侯生曰 将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国家 公子及和福 而进笔不受公子冰儿父请之 事必威以 乘客徒者诸害可语句 死人立誓 尽笔听 大善 不听 可使鸡之 于是公子弃 侯生曰 公子未死也 何弃也 公子曰 尽笔或借宿将 惶恐不听 必当杀之 是以弃耳 其未死灾 于是公子请诸害 诸害笑曰 臣乃是锦骨刀徒者 而公子亲述存之 所以不报谢者 以为小礼无所用 今公子有疾 死乃臣孝命之秋也 遂与公子聚 公子过谢侯生 侯生曰 臣已从 老不能 请述公子行日 以至尽笔军之日 北乡自井 以送公子 公子随行 至夜 缴魏王令带禁笔 禁笔何福 遗之 举手是公子曰 今无庸十万之众 屯于境上 国之重任 今单车来代之 何如哉 欲无听 诸害秀四十金铁锥 锥杀禁笔 公子 遂将禁笔军 勒兵下令军中曰 父子聚在军中 父归 兄弟聚在军中 兄归 独子无兄弟 归仰 得选兵八万人 进兵姬勤军 勤军解去 遂就寒丹 存赵 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戒 平原君赴兰史为公子先隐 赵王再拜曰 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当此之时 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爵 至君 侯生国北乡自井 魏王怒公子之道其兵笔 绞杀禁笔 公子亦自知也 以雀琴存赵 始将将其君归位 而公子独予克留赵 赵孝成 王得公子之脚夺禁笔兵而存赵 乃与平原君记 以武成封公子 公子闻之 亦娇金而有自公之色 可有说公子曰 不有不可望 或有不可不望 夫人有得于公子 公子不可望也 公子有得于人 原公子望之也 且较为王令 夺进笔兵以救赵 于赵则有公义 于魏则魏为忠臣也 公子乃自娇而公之 且为公子不娶也 于是公子立自责 似若无所容者 赵王扫除自赢 执主人之礼 引公子旧西街 公子侧行辞让 从东街上 自言罪过 以赴于魏 无功 于赵 赵王是九至木 口不仁县武城 以公子退让也 公子敬留赵 赵王以号为公子汤木义 魏义父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赵 公子文赵 有处是毛公藏于伯徒 薛公藏于麦江家 公子欲见两人 两人自逆不肯见公子 公子文所在 乃兼不枉 从此两人游 甚欢 平原君文之 为其夫人曰 使无闻夫人帝公子天下无双 今无闻之 乃望从伯徒麦江者游 公子望人而 夫人已告公子 公子乃谢夫人去 曰 使无闻平原君贤 故父为王儿救赵 以称 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 徒豪菊尔 不求是也 无忌自在大梁时 常闻此两人贤 至兆 恐不得见 以无忌从之游 尚恐其部我欲也 今平原君乃以为修 其部足从游 乃装为去 夫人聚已与平原君 平原君乃免关谢 故留公子 平原君门下闻之 半去平原君归公子 天下师父往归公子 公子清平原君客 公子留照十年不归 秦闻公子在照 日夜出兵东乏位 为王患之 使使王请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 乃见门下 有感为为王使通者 死 宾客 皆被为之照 莫敢劝公子归 毛公 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 公子所以重于照 明文诸侯者 徒已有位也 金秦公位 位吉而公子不叙 使秦破大梁 而宜先王之宗庙 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 与位吉足 公子立变色 到车去驾归就位 为王见公子 相语气 而已上将军应授公子 公子遂江 为安离王三十年 公子时时便告诸侯 诸侯闻公子江 各遣将将兵就位 公子律五国之兵破秦军 于河外 走蒙澳 遂成圣逐秦军至寒谷关 一秦兵 秦兵不敢 书 当事时 公子威震天下 诸侯之客进兵法 公子皆明之 故世俗称为公子兵法 秦王换之 乃行金万金于位 求进彼刻 令会公子于魏王曰 公子王在外十年已 今为魏江 诸侯将皆属 诸侯图文魏公子 不文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时定难面而亡 诸侯为公子之威 方欲共立之 其数时反间 违赫公子得利为魏王魏也 魏王日文其悔 不能不信 后果使人待公子江 公子自知在已毁废 乃些并不朝 与宾客为常夜饮 饮醇酒 多尽妇女 日 夜为乐饮者四岁 竟病酒而足 其岁 魏安离王一轰 秦文公子死 使蒙奥公位 拔二十成 出至东郡 其后秦烧残十位 十八岁而魏魏王 徒大梁 高祖使微少时 述文公子贤 及及天子位 美过大梁 长辞公子 高祖十二年 从激情不还 为公子至首种武家 世事岁已四时奉辞公子 太史公约 无过大梁之虚 求问其所谓疑门 疑门者 成之东门也 天下诸公子 亦有喜事者已 然信陵君之皆 言学隐者 不齿下交 由已也 民官诸侯 不虚耳 高祖美过之 而令民奉辞不绝也 信陵下士 邻国相亲 以公子雇 不敢加兵 颇知诸亥 尽礼侯营 遂却尽笔 中词造成毛 薛剑重 万古牺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